每次開箱 開箱 咦!死了 一毛子咪 沒有 這車不會很貴 這車不太多儲物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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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小蜜蜂啊 前兩天公司水浸 啊 哇 啊 啊 剛剛 有一點小忙了 是因為我去找了一下我們的那個無線賣單 真的 這台車呢 它有很多的儲物空間 所以呢 你如果東西真的像我這麼馬達哈放在裡面呢 就 會很容易會弄丟 但是呢 從這個很多儲物空間的這個小細節呢 其實也看得出來XC90這台車呢 確實是一台很有生活感的車 包括它有一個211毫米的離地間隙 還有一個很正統的SUV的身形的比例 也看得出來呢 這真的是一台拿來讓你去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一台很好的SUV 但是 啊 這樣子說是說啊 但是呢 我到現在為止 還是不是太能夠接受這台車的這個C柱的這個 處理啊 有點怪異 但是呢 之前我去了 比利時的根特工廠參觀了它的產品線啊 它CMA平台架構的所有車型都在那個工廠 然後發現呢 這個後面其實隱藏了這台車的車身的一些補牆的結構 所以呢 這個處理呢 雖然說不是特別好看 但是在工程上呢 還是有它的原因的 OK啦 外型的部分就不多說了 我們呢 進到裡面去再體驗一下 XC40的內飾看起來呢 就跟XC90的60是很像的 設計套路都基本上一樣 那有一個12.3吋的液晶儀表盤 全系標配啊 然後中間的觸控屏的部分呢 功能上沒問題 但是呢 因為它只有9吋的大小呢 比起老大哥90跟60呢 看起來氣勢還是有點吃虧 但是礙於成本也沒辦法啊 包括它這些車廂的用料呢 其實也向成本妥協了 比上不足 但是呢 它跟同級對手去做橫平呢 在這塊其實不吃虧啊 那總得來說這套內飾風格呢 還挺像宜家的 就在有限的空間 有限的成本下面呢 把用戶體驗盡量的做優化 讓它有更好的實用性 好 接下來後拍 哇 哇 這靠背直接就頂了我的背一下 這個呢 讓我想起了一句詩 叫做 飛流直下三千尺 一向銀河落九天 說的就是這個靠背啊 非常的筆直 你看坐在這裡 就好像以前讀書一樣 正經為座啊 呂旭見丈母娘就這樣啊 啊 對對對對 這種感覺 所以整起來做起來 還不是特別的好啊 但沒辦法 這台車的軸距呢 只有兩米七 所以呢它如果要 在這個腿部空間 盡量挖多一點的話呢 那就只能把座椅的靠背 把它坐直啊 讓這個坐墊呢 能夠往後收一點 來營造出這種 好像腿部空間很大 但實際上是犧牲你的 你的後排的靠背的青腳的這種玩法 那其他呢 這個鉤啊 這個儲物格啊 這些都做的很不錯 後排呢 那你看兩個出風口呢 都做了這個 鑽石的切割啊 都做的 uate 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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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怎樣整快一個 瘋 剛剛那一段 就剛剛到那裡 玩空間那裡就切掉 我後面那段不要呀 OK 好 OK 好 那後排呢 就看完了啊 我們接下來去看一下尾箱 好看一下尾箱 電動的 打開之後呢 还挺乱 但是无所谓 我们逛完宜家之后呢 都会有一个心得 就是你的家这个不叫乱 叫做不懂的收纳 这台车呢就很懂收纳 那这有一个盖板 你把它竖起来 这样一顶就自然做了区隔之后呢 那里面呢看起来就会很整齐了 而且呢会间隔出来这么一个 很干净的空间呢 可以放下的东西 然后包括这边有两个挂钩 比方说呢 你侧面来便当盒 你怕它轻了 可以这样子 然后这条布擦完车 挂在这里晾杆 挂完全没问题 整个尾箱现在看起来 就非常的皈依 非常的皈整 而且呢 你看它的色物的盖板呢 在这边有一个 专门的存放的空间 要用的时候拿起来用就行了 所以呢 瑞典人呢 一旦要去做这个尾箱的设计呢 只要它用心做 就能做得这么干净整洁了 OK了 静态部分讲完 接下来开起来 好在私家车呢 是T5 也就是四缸的高功率版本 配的是爱信的8AT变速箱 先试试加速啊 350Nm 250马力左右啊 还是OK啊 前半段的100之前的加速性能呢 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后半段呢 就有点就SUV嘛 毕竟对吧 老板很串啊 看什么不看 不敢看啊 望闪灯干什么 想爆我起步吗 算你会做啊 傻了我觉得我 但话说回来啊 很多人买沃尔沃 其实它不是贪图沃尔沃的动力性能 对吧 反正有就行了 那这条路颠簸感很强啊 而且刚刚下完雨之后呢 路也变得更加的烂 这个底盘呢 如果你不知道它用什么轮胎 你会觉得 哎 怎么这么颠簸 但是如果你一旦知道 它用的是24545R20的这个轮胎的规格呢 就会觉得 它这个底盘的形式品质呢 是情有可原的 而且 甚至动作还觉得 比较的漂亮啊 但总的来说 它不是一台舒适向的SUV啊 如果呢 又说这台车 是一台纯种的SUV 但是呢 它又给这台车 配上这个公路向的PCR的轮胎 所以我就 其实不太明白沃尔沃 究竟想在这台车上面 实现一个什么的设计的目标啊 所以这个也是沃尔沃 一直以来的问题啊 就是它很迷茫 它摇摆在中间 它不知道 它应该是做得更运动 更舒适 更豪华 还是应该是怎么样 因为毕竟BBA呢 注意在前 你很难去做突破 那你在夹缝中生存 你怎么去找好自己的 在细分市场的定位呢 这个对于沃尔沃来说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它还没有找到一个 特别特别能让自己幸福 能让消费者幸福的一个答案 那这个就是这台车 自己的矛盾的一个根源 而且呢 这一台是一台原装进口的车型 所以它对于咱们南方的这种 这么炎热的夏天呢 是显得无所适从 这台顶配车 没有座椅的通风 然后呢 它的全景天窗用的这块遮阳帘呢 基本上没什么隔热的功能 就好像你冬天的时候洗澡 这上面呢是一个叫什么鬼啊 反正就那个暖的灯啊 就一直照着 这个空调的制冷的效果呢 完全打了折扣 所以特别特别希望啊 这台车呢在国产了之后 当然价格一定要有下探 那第二呢 更重要的一点是希望它在配置上面呢 能够更加的符合咱们中国的市场的一个消费的习惯 给咱们呢 具配多一点 哎 这种气候适应性更良好的配置 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啊 冷的地方冷死 热的地方也能热死 所以国产的时候呢 这台车的配置真的应该由沃沃呢 好好的动一下脑筋了